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脱皮爸爸 田立行是一个导演,他的父亲田一雄,是一个满头白发,患有痴呆的老人 嘴里整天流着口水,不停地喊着前几天刚吃完病的老妈 田立行无奈地看着田一雄,他搞不懂为什么别人都觉得他和他父亲很像 田立行望着自己老年痴呆的老父亲,立志一定不能和他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 因为他不想,以后变得和父亲一样,无依无靠,一无所有 田立行很不喜欢田一雄喝酒,因为他每次喝完酒都会有板有眼地进行飞行员的报告 他认为田一雄是在吹牛,田立行因为拍电影失败,欠了别人很多钱,被人上门逼债 田立行被债主的手下暴打了一顿,田立行不仅事业失败,生活里也苦不堪言,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雪上加霜的事,妻子也向他提出了离婚 家中的老父亲,老年痴呆,又是尿酷死,又是闹脾气 喝得大醉的田立行,感觉自己的未来一片黑暗 他甚至想要上吊自杀 忙碌间从冰箱里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是田立行的妈妈 老妈救了田立行 第二天,田立行在厕所里竟然发现田一雄变成了一块皮 他都快吓傻了,楼下传来了父亲吵架的声音 田立行连忙下楼看看 谁知道田一雄年轻了十岁,还有力气和几个小年轻吵架 担心其身体情况的田立行,问田一雄为什么会脱皮 田一雄不以为然,老年人会脱皮是很正常的事 像脱手皮脚皮一样 田立行还是不放心,带着田一雄到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说身体情况很不错,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回到家后的父子俩,正好遇到田立行的妻子上门签协议书 当田一雄知道都是儿子的错后,教导他做事不能这么糊涂 还有男人不要随意说对不起,必须为每一句对不起负责任 第二天早上,田立行一觉醒来,发现父亲又退了一层皮 此时田一雄在公共场合抽烟,被警察抓住了 还一直以为这是香港回归前,田立行无奈的只能向这几位警察赔罪 之后,田一雄带着儿子来到足球场,一起回忆以前快乐的日子 回到家后,田立行的初恋情人找上门来了 田一雄很识趣的,没开家门 之后,老同学开始对田立行百般诱惑,但是田立行不为所动 因为就是那次出轨,导致现在妻子和他离婚,他不想再犯错 就在这时,田立行的老婆回来了 两个女人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场面一度很尴尬 这时,37岁的田一雄回来了,已经把皮扔在外面 但田立行认为,每一份皮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父亲 固执地冒着大雨去外面找 田立行找到父亲退的皮后,便回到了家 他看着眼前这个放荡不羁的父亲 想起了父亲那时候出轨,有外遇,而且动辄拿他和母亲出气 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还大打出手 之后,田一雄看着哭哭啼啼,软弱的田立行恨不成刚 在父亲的鼓励下,田立行出门找妻子再聊聊 却碰到了寨主,田立行被他们抓了起来 眼看田立行就要遭遇不测时,田一雄赶了过来 田一雄被寨主的手下踢打时又进行了退皮 寨主和手下都被吓跑了 退完皮后的父亲变得更加年轻了 回到了二十几岁,随着田一雄一次次的变年轻 他的记忆也出现了混乱,雷老妈缺失的事也不记得了 突然,田一雄赶到身上很痒,然后就又退皮了 变回了他十几岁,梦想成为空军的时候 父亲开始和田立行讲述他的空军之旅 田立行这才知道,原来老爸真的开过飞机,而不是在吹牛 突然一阵天旋地转,田立行回到了小时候 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妈妈,还有六个爸爸 他们坐在一起吃饭 六个爸爸分别都在指责彼此当初的不努力 导致后来的生活没有过好 这时,妈妈对田立行说 别看你老爸一事无成 但无论面临什么困难都能坚持下去 人生就是这样 这一刻,田立行仿佛明白了什么 突然一阵天旋地动 六个爸爸连同老妈都坐着飞机飞走了 田立行含着泪与他们挥手道别 透着落日的余晖 田立行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田立行在出租屋的沙发上醒了过来 田英雄还是老年痴呆 不久后便去世了 但田立行已经变了一个人 勇敢承担一切 还和老婆重归于好 脚踏实地继续拍电影的梦想 生活纵然不易 但是我们又怎么能放弃自己最初所追寻的梦想呢 你还记得你最初的梦想吗 发生了个签心 天端 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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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